你怎麼能把檔兒叫醒 又不理他呢 徐子謙是我的未來 范雨昕才是你的未來 對不起 這是你家的瓦斯管道痛了手腳 是我愛你變成這樣的 媽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媽 天宇 如果子謙是你的選擇 我會成全你 MING PAO TORONT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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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君昊已經跟你沒有任何關係了 需要你在身邊的人是我 不是他 有件事我要你想清楚 我跟君昊將會是兩個不同世界的人 你選擇我 就不能有君昊 你的心裡如果有君昊 那就表示我們之間不會再有任何的關係 你懂嗎 我跟君昊 你下地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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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啊 三君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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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幹嘛 你幹嘛激怒他 你在自殺懂不懂 不懂的人是你 他會弄傷你 我沒事 你怎麼這麼衝動 我以為你受傷了怎麼辦 老公就不會這樣子 在你面前的是善君昊 不是黨偶 我已經跟你說過了 我是善君昊還是黨偶 由你來決定 是你逼我放棄最後的機會 我已經把對你的回憶都丟掉了 根本就沒有什麼最後的機會 有人告訴我 真愛是不能被放棄 能夠放棄的就不叫真愛 就算你把他丟掉一百次 他還是會回到我的身邊 不管我是善君昊還是黨偶 站在真愛面前 我就是一個希望被真愛擁抱的人 芸汐 芸汐 那我們下來又怎麼樣 一圈都已經來不及了 不要忘 aluminium 還有另外一 Gaz 姐姐 站住 這場婚禮已經是個笑話了 你還嫌不夠嗎 芸汐不見了 我只想要和你不分離 怎麼輕易放棄 是你忘記的地 我只想要和你不分離 我想這一定是包吟 都怪我太得心 再讓你走越不歸地離去 黄色似尽是想念 在胸上被风吹 孤单的 孤单一个人无法沉睡 承诺变悲哀 悲哀我悲哀 悲哀是因为你不在 我好想抱着你诉苦 却显得好无处 但你无处的让人想痛苦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朝着幸福走去 想念远方的天真天地 我只想要和你不在一起 或许是我的心 不想再看爱回你了 包括我自己在那 我放不开感恩 而你对我来说 永远一直是家里 却又忘了想起你 我只想要和你不在一起 永远一直是家里 我只想把你以为 子谦 子谦 你说过会在你身边 要当你的家人 这是我的承诺 现在我的大门 永远都会为你们看 你回来了 我当时是看到三军号有危险 所以我才 如果这样害你不高兴的话 我无心的 你知道吗 有受你无心的反应 才是真心的选择 也好 反正我们之间 已经没办法再交往下去了 我们就此打住了 可是 我们不是说过 要永远在一起的吗 我不想再看到你一个人 忽忽淡淡的 我不要你的同情跟施舍 抱歉 我不应该对你好的 我累了 我想要回去休息 林倩 千万不要做出 连你自己都会后悔的事情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会处理 我不想要再依赖你 既然我们都停止交往了 既然我们都停止交往了 我可以要回我的钥匙吗 想不到你到头来 还是只是选择善君号 也好 我会尊重你的选择 我会知道 我们都快要走 我去摃鱼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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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賃鱼匙 我去摃鱼匙 你去摃鱼匙 子仙好像已經知道了 現在芸汐也在婚禮上不見了 怎麼辦 難道說我們這個家 真的要四分五裂了嗎 君浩 君浩 找到芸汐了沒 她平常去的地方你都找了沒 君浩 怎麼不說話了 你看你 好好的一個婚禮現在被搞成這個樣子 你開心了吧 早知道如此 你又何必答應跟芸汐結婚呢 像你這個樣子 還不如拿把刀讓她自己了斷算 瞧你這段時間這麼失常 你呀 你簡直是被那個葉天宇給搞得混頭轉向的你 媽 不要什麼事都扯到她 跟她沒有關係啦 君浩 芸汐 芸汐你還好吧 你跑哪兒去了 全部的人都在找你 來 這邊坐 你怎麼沒事吧芸汐 怎麼了你 芸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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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抱歉在婚禮上 我不是故意跟天宇 可是 我們算是已經結婚了 對不對 芸汐 是 可是我真的沒有辦法騙妳說 我跟葉天宇之間沒有什麼 但是我想要讓妳明白 就算我們沒有夫妻的情感 我們還是一家人 我知道 妳最討厭騙我了 所以妳沒辦法假裝妳愛我 這就是神君浩 我懂了 所以我知道該怎麼做 我不希望妳不快樂 如果只有葉天宇可以讓妳快樂的話 我可以放鎖成群你們 這樣做 妳就不會討厭我了對不對 對 芸汐 我從來都不討厭妳 妳不知道妳這樣的寬容 對我來說是多大的意義 妳晚上好好休息 有什麼事明天再說 媽 站住 妳要去哪 妳要去找葉天宇 媽 有什麼事明天再說 君浩 我來 錢 不要這樣 掌聲 我們快要去拿家 我會被 Dru下 我被傳開 ne 美女 你可以跟著她 再說到妳的女朋友 ?!她叫她 是一個阿姨 不是 妳怎麼了 妳沒事吧 允昕 妳還好吧 媽 妳嚇壞我了 妳怎麼了 沒事 媽 對不起 我這樣做 只是不需要俊豪討厭我而已 沒事就好 妳 妳跟俊豪的事情 隨便怎麼樣就怎麼樣 沒事就好 謝謝媽 真愛是不能被放棄的 不管我是善俊豪還是當歐 正在真愛面前 我就是一個希望被真愛擁抱的人 這就是善俊豪 清楚又明白 又像是當歐 簡單又直接 到底是在什麼時候 他漸漸變成當歐了 又是在什麼時候 我開始愛上善俊豪了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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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 妳怎麼會在這裡 我總共丟了二十三顆石頭 外加戳妳的手兩次 妳會不會太遲鈍了一點 雲西願意放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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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再講一次 我們一定要隔著一個玻璃這樣講話嗎 我不喜歡這種感覺 妳真的很奇怪 妳旁邊明明就有門 妳為什麼不走要這樣爬 我們這樣見面的時候 我們兩個這樣偷偷見面 把我媽吵醒妳就糟了 連這個也不懂 阿姨 我很高興妳有危險的時候 我能夠在妳身邊 但是每次用這個姿勢妳不膩啊 有一點 有一點 雲西已經把離婚嫌疑書簽給我了 她說她想通了 雲西放手 我真的很感謝她這麼做 妳不開心啊 我有去找子芊 我希望她可以諒解我們 那她怎麼說 她很平靜耶 她說既然我已經決定了就尊重我 可是我覺得她太平靜了 有一點怪怪的 我想 她的心裡面一定很在乎妳吧 其實我覺得在她內心深處 她更在乎雲西 就算是這樣子 我還是覺得 對她很內疚 沒關係 我明天會去找子芊 跟她把話說清楚 希望她能夠諒解 好不好 幹嘛 幹嘛 這叫妳那麼莽撞衝出來 萬一玲瓏的刀傷到妳怎麼辦 有妳在 我不怕 妳不怕 妳跟我在一起 以後還會有更糟糕的事情發生 妳都不怕 只要妳一直看著我 我就不怕 一直看著妳 那很累吧 我又不是燈塔 當我的燈塔會怎樣 這種告白的事情 其實不應該由女生來主動 我又沒有再告白 我只是說 我願意 我願意一直當妳的燈塔 不過 就在這種情況下才能夠成立 好有條件 我就是 我就是 不要一直都看得到妳 其實那一天從海邊回來之後 我有去找妳 可是找不到 真的 我 有一句話想要跟妳說 謝謝妳把冠美旅店還給老爺 還有 我從頭到尾 都只愛著一個人 他姓善 明君浩 自擋歐 好豬頭 謝謝妳到最後都沒有放棄我 我們一直在一起 永遠都不要分開好不好 真的嗎 好 那妳說話要算話 好 那如果妳說謊的話 就罰妳 一輩子 就娶不到老婆 這樣好像不公平 妳又不用娶老婆 那我們這樣子好了 蓋妳 說謊的人嫁不到老公 怎麼可以這樣 妳都不知道之前我被妳整得多慘 心碎滿地 阿公也走 那裡找回真愛 找回所有遺憾 愛的真相 就能夠解開 多給我一些片段 並走未知的遺忘 媽 君浩 我離開了 既然君浩找到屬於他自己的幸福 善家 就再也沒有我的容身之處 這個家給了我 那麼那麼多美麗的夢想和回憶 足夠陪我一直走下去的 我衷心的祝福君浩和天宇 永遠快樂 那一夜 我和Dum 彷彿回到了原點 這一切美好 就好像一場夢 希望這場夢 永遠都不要洗 好 這現在這什麼狀況 這就是就是說 別跟貨不起的麵團一樣 不是麵也不是團 你現在是善君浩 還是當歐 好 這就是大家看到的情況 也就是大家心裡想的那樣 我是善君浩 也是當歐 請大家多多指教 一個頭 進來 你說 你不是昨天才結婚的嗎 你不會要包養我們家天瑜吧 我是不會答應的 我是不會答應你隨便就 為了我們家天瑜切地這樣去離婚 而且我不會讓我們天瑜 成為破壞人家婚姻的第三者 沒錯 昨天我是跟芸汐結婚的 但是就在昨天晚上 芸汐跟我談過 她說她想通了 願意放手 怎麼樣 你 年輕人 這種感情的事情 隨他們去 你插不上手的 什麼叫我插不上手 女兒的幸福 我總要想點辦法 我總要插點手 才可以啊 我早就算出來你們會偶斷絲連 我還連得有聲有色啊 恭喜 我贏了 欠她來 快一點 快一點 不能養你 你們怎麼拿天瑜的感覺 在下注啊你們 我們又沒有賭很大 一塊錢而已啊 就是說嘛 跟衛生麻將一樣 就是衛生土盤 對… 錢給我 兩塊錢 你們有沒有搞清楚啊 我們天瑜的愛情 怎麼才兩塊錢啊 你要賭也賭大一點一千塊啊 還好你們只賭一塊錢 賭一千塊的話 還是會接我媽的口袋呢 閉嘴 該不會是你那個什麼 范芸汐又打電話來說她後悔啊 你跟她講喔 說出去的話 喝出去的水不能後悔啊 天瑜 不好意思 大偉啊 什麼事 天瑜 你真的決定要跟那個 檔歐在一起嗎 好啊 等我回去再說 我有跟子芊解釋過啊 她看起來沒事啦 可是我覺得 我好像傷害到她了耶 那是一定的 你跟那個全金帥哥 一定被你傷透了心 關於子芊那個方面 我會親自去跟她解釋 親自幫幫妳不用擔心 你要小心張明涵喔 她跟子芊還有聯絡 我 我知道 剛剛大偉打電話跟我說 Samuel有急事要我回去 所以我要走了 大家再見 這是什麼 那我們天瑜怎麼辦呢 我有 什麼 你會回來喔 你會回來喔 放心 我去一下就回來了 現在的山君浩 不會消失 拜拜 拜拜 女兒 你既然做了這個決定 我們就全力支持你 如果有什麼後果 自己要學習就承擔 知不知道 我們等著你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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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著你 你上次不就還不過啊 請你也不能笑我一下 我們等著你 我跟妳講還要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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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溪 你起來了沒 你從來沒有睡是嗎 余溪 媽 媽 君浩 當你們看到這封信時 我想我大概 已經在離你們很遠的地方了吧 離開一個從小就住過你的地方 和從小就從我 愛我的你們 你們知道嗎 我必須克服心裡太多太多的不捨 是爸媽和君浩 讓我忘掉曾經被生母遺棄的記憶 是爸媽和君浩 給我太多連做夢都不敢祈求的幸福 我真的好愛這個家 也好害怕失去這個家 所以 我才從來沒想過 君浩和我之間真正的關係 妳要去哪裡 我也不知道 那麻煩你一直往前走 但我想到我會告訴你的 慢慢接著沉冰 在昨天的婚禮上 看到君浩和天瑜 兩人真心為著彼此的表白 我終於明白 我才是那個君浩和天瑜之間的障礙 我想了整夜 我想了整夜 或許是該我長大的時候吧 天瑜跟我一樣 從小就失去親身的父母 但他卻樂觀堅強 讓人忍不住想接近 大概就是這樣 我才會討厭他吧 因為他有讓人羨慕的可惜 媽 君浩 可不可以原諒我 沒辦法當面和你們道別 我怕我的心會不夠堅定 芸汐 芸汐 夫人 夫人 徐少爺打電話來 喂 芸汐 芸汐她 董事長 可以麻煩你到三位有一趟嗎 芸汐 關於昨天我在婚禮上問你的事情 還有一些關鍵的地方 需要你來理清 你不會希望 我在你不在場的情況之下 追問三君浩吧 少爺 少爺總會馬上出去之後 就一直沒有回來 大概會芸汐去公司吧 芸汐 我馬上就過去 待會兒見 芸汐 芸汐 我馬上過去公司一趟 總監到了 什麼事 我想這件事情 大偉沒這麼清楚 不如由我來說明吧 大偉 是誰讓她進來 而且還坐在我的位子上 那是因為 那是因為 身為的總經理這個位置 即將要物歸原主 大偉是你善君浩的特助 而你善君浩 即將失去總經理這個位置 他當然應該靠邊站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被停職的應該是你吧 你認為你還有這個資格 來跟我要回這個位子嗎 不是我無所謂 不過有資格坐這個位子的人 也不是你 這個人是徐子儉 顏律師 你可以進來了 從這一秒開始 在場的每一個人說的每一句話 都會由顏律師 一字不漏地記錄下來 張明涵 你又想幹嗎 醫生 你的英文名字還是我幫你取的 如果你記性還不錯的話 你應該記得你在八歲以前 有一位叫丁元勳的叔叔 想陪你看書玩遊戲 那要怎樣 跟你有什麼關係 我就是丁元勳 伊德 我今天來的目的就是要告訴你 二十年前發生在徐家的那場氣爆意外 完全是山董市長一手主導造成的 是 丁元勳在二十年前就已經死於想車禍 並想要假扮他 起碼晚了二十年 這是你爸媽說的謊言 真像是 二十年前我接受了 善耀榮董市長的指示 道想離開山董事長的讀總經理 家裡面製造一場氣爆的意外 作為警告 可是我卻失手 造成了一死一傷的慘劇 也害徐子謙徐少爺變成孤兒 而且 我還趁徐夫人在昏迷的時候 偽造了一份股份讓渡說 把原本徐家30%的股份 全部過渡到善家的名下 胡說 我爸已經死了 子謙的爸爸已經死了 這事情是死無對症的 你不要想誤賴我爸莫虛兒的罪名 Baby Baby 丁元勳先生原本是業界的名人 因為這次意外被迫離開旅館業 你父親為了報答他 給他比不小的數目 要他離開森威爾 這樣子說來 令尊正是朱智多謀 不要侮辱我父親 張明涵 如果你以為拿徐家悲劇的不實傳言 回鍋炒冷飯 叫人回森威爾的話 我告訴你 你消消 Eason 你誤會張副總了 我今天會來這裡只是想聽徐少爺說幾句公道話 我會去接受法律制裁 我 張明涵 你說她是丁元勳 告訴我 除了你以外誰有占據能證明她是丁元勳 俊昊 俊昊 你知道嗎 三夫人 等您很久了 丁元勳 你 你怎麼會在這兒啊 三夫人 媽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你不是跟我說丁元勳已經死了嗎 俊昊 我跟爸爸不是有意要瞞你的 原來你們從小對子倩的過度關心 真的是因為我們對她有虧欠了 我們真的害得子倩家破人亡 你都知道了 俊昊 你爸他不是故意的 那件事情是... 他很違照古拳讓都輸嗎 那...那是... 子倩呢 是子倩找我來的 我要當面跟他解釋清楚啊 不用解釋了 該講的已經很清楚了 我已經都聽到了 三夫人 三董事長一直陪我徐夫人過得很好 要不是我看到徐夫人變成職務人 說不定我還會繼續躲著 你現在說得倒是正義凜然啊 當年董事長只是希望說能夠有個方式 留出徐總經理 他並沒有要你在他們家瓦斯館上面動手腳啊 你怎麼現在反過來咬我們一口呢 抱歉 三夫人 我過來這裡不是要挖過去的倉巴 對三家進行報復的 我只是... 我只是想跟徐少爺贖罪 那你現在把這個真相說出來 是想偷罪嗎 自己造的孽 自己承擔 我想我會去討案 把一切事情都說清楚 對不起 我知道你的目的是什麼 可是我甘於被你利用 因為我不希望真相給我帶進棺材 我還要告訴你 一個人不要太過功於心機 最後受害的都會是自己 因為做什麼事 都要讓天在看 來 沒事 當原延長長所長賈借他人之手 昧早學家的產權讓我們入數一事 已經構成了不詐文儲罪 欠佔學家的產業二十年 如果這個事情到了法院 李律师 你用会有怎样的结果 按照常理推断 善家应当归还百分之三十 原本属于徐家的股权 就这样 难道这二十年来 徐家就应该被善家 白白占便宜吗 甚至家过人吗 关于这件事情 徐子仙先生 可以透过法律图景得到解决 不要 不要 子芊 不要 你念在伯父跟伯母 对你的养育栽培之情 千万不要 董事长 善夫人 虽然说养育之恩大过亲生 不过让人家遭受善家之痛 还要求别人敢经理的收留 这不合理吧 更何况善家的报应 已经来了 你 我们俩最爱运不用你来查说 滚 该滚的是你吧 我已经委任严律师 向善家提出告诉我 我会把善家从我身上夺走的 一样 一样的拿回来 若B 子芊 我求求你 是我知情却没有告诉你 不要怪就劝怪我好 子芊 你還有下跪的機會 還有時間掉眼淚 而我爸媽呢 連眨眼的機會都沒有 我一想到這二十年來 如果我爸低下幼稚 他會用什麼心情 看著我在善家長大 看著我媽在療養院 當植物人 我的心像永遠無法彌補的動 這種痛 你們是永遠也無法體會 許子謙先生 目前已經透過本人 正式向善家提出告訴 善家目前所有的資產 都將遭到凍結 包括你們代步用的座車 也都將不能再使用 不過我子謙 子謙你要就正在我來 放過君浩 妳要怎麼做我都沒有意義 畢竟是善家對不起妳在心 另外 善家名下的股權 如果妳要的話 就全拿去 君浩 袁律師 妳剛剛聽到了 善君浩無條件把名下 百分之三十的股權 讓給許子謙先生 作為賠償 這樣一來 許子謙就成為 身為我最大的股東 也就是名正名順的董事長 程序上來講是怎樣聽錯 成君浩 門口在那邊 聚集了一堆記者 等著報導你王子變青蛙的故事 陳君浩 你打算從那邊出去嗎 這樣吧 這樣吧 你從後門走 我不會跟別人說的 我不會跟別人說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只怪我们都太贪婉 思念像云朵般柔弯 而你紧紧躺在我胸怀 我像是人行走失的小孩 紧紧抱着孤单 我们都曾经明白 也都曾经遗憾 错过了爱就难以重来 不要害怕去坦白 怕容易被你宠坏 忘了该与不该 到哪里找回真爱 找回所有遗憾 爱的真相就能够解开 多给我一些片段 并从未值得意外 失去记忆最初的爱 感谢 swell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